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两个孩子都是照顾的无为不至 即便是前年他生下了三胎小王子 对谢霆锋的两个儿子也是没有忽视 昨天他还在IG上分享了自己花了大半日的时间 亲自下厨整了两大火锅的汤底 他说调一个番茄汤底 另外再整个猪骨汤底 整到腰酸背痛啊 终于大够成功 今天七点多整的现在好开心 大家吃中餐 我们两个儿子就去西餐 有热狗和汉堡包 还有一段视频 张伯之将亲手整的西餐送到儿子面前 还专门叫儿子品尝的非常软熟的汉堡包 叫儿子趁热吃 去年张伯之因为参加了天天向上 打不出道张伟的回答 而被网友嘲讽为爱撒谎的女人 但是他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张伯之在家里要劳心劳力 出门在外还有地方狗仔 出门给孩子买点吃的 也会被记者跟上相当不容易 讲真 张伯之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 确实很辛苦 如果实在忙不过来 张伯之可以考虑 把Quintus送到爸爸谢霆锋那边 毕竟孩子喜欢音乐 跟着爸爸将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而且谢霆锋在圈中认识很多音乐界的道楼 就连天后王妃也是他的女朋友 相信小Q经过一番深奏 长大之后 说不定就成为乐坛小天王呢 不知大家觉得 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张伯之自出道以来 身上就收很多的新闻和热点 和陈小冬的情势 夜门咒和谢霆锋的婚姻 与向太陈兰反目等等 都是能够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 关于张伯之感情的那些事 相信很多网友早已熟知其中的细节 向太陈兰 一个让娱乐圈认作是大姐道的女人 她去这娱乐圈多年 除了背后有向华强撑腰之外 和她本人的狠辣作风也是息息相关 当年向华强投资电影失败 是陈兰不计较吃苦与否 默默地支持向华强继续拼杀 才创下今天的嘉义 梅艳芳年轻的时候被黑社会纠缠 陈兰独自跑到了酒吧 将梅艳芳救出 成为梅艳芳的恩人 李连杰的经纪人被枪杀之后 她身受黑社会的骚扰 也是陈兰出面帮李连杰打通关系 她才有了继续拍戏的权利 刘德华和麦绍棠合伙开公司 两个人对不公堂多年 刘德华需要赔偿麦绍棠的大笔资金 陈兰二话不说的就送去了 一千五百万的支票 借了刘德华的燃眉之急 刘嘉玲受映照风波之后 一直不敢出门拍戏 也是陈兰积极协调 连续几部电影用她做女主 才让她翻身成为大女王 纵观陈兰的形式作风 敢怒敢言敢爱敢恨 脾气暴衡 巾帼不让须眉 当然她的底气还是来自于 向华强的家族势力 娱乐圈受向华强和陈兰提携的人 很多很多 有的互相感恩 但是有的却是最终反目成仇 当年 张博之因为父亲欠赌债 被连累 被人向了江湖之少令 也是向太陈兰出面帮她解决的 但是多年过去 为何张博之和陈兰 确实反目成仇了呢 周星驰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万年龙套 后来 中国星要力捧张敏 需要找一个不是很帅气 不强气的男议员来当戏 就找到了周星驰 没想到 中国星再捧了张敏的同时 也是捧出了一个新爷 后来 中国星坐后台 周星驰坐主咖 一起拍摄了喜剧之王 又捧出了一个张博之 张博之刚跟向太在身边时 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用母女情深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 当然 这个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利益共存 向太陈兰捧红张博之 也不过是想 其下多一个赚钱的艺人 而张博之和向太交后 估计也是为了功成名就 但是回顾往事 那些年 向太陈兰 确实帮助了张博之很多 且不说她是因为父亲的事情 被黑社会威胁 使向太出手相帮 她和陈晓东分手之后 又是被陈晓东 爆黑料 也是向太列决了陈晓东的七宗罪 还联合演艺圈的多位大咖 力保张博之 才让她渡过难关 后来 张博之和刘德华拍戏的时候 背指不敬业 竟然在刘德华掉威蚨的时候 接电话 导致刘德华多次恩追 引起了刘德华的不满 也是向太出面调停 2000年后 张博之和王妃抢卸听风 声誉跌入到嘀咕 向太请来刘德华和刘千云 一起打造了忘不了 才让张博之拿到了金像奖 而张博之和夏晨岚之后的矛盾 也是从谢霆锋开始的 谢霆锋在和王妃交往期间 张博之依然是围绕在谢霆锋身边 两人经常去酒吧玩耍 还抱起了车祸门 让向太很不满 向太明确地反对 他和谢霆锋来往 若是落下了插足王妃和谢霆锋的名声 以后想翻身就难了 毕竟王妃在大众心目当中 地位是超然的 但是张博之嘴上答应了向太的建议 转头确实继续背着他和谢霆锋来往 这是向太认为 张博之爱撒谎的起源 也是为后来两个人反目成仇 买下伏笔 后来王妃和谢霆锋彻底分手 张博之再次出现 一转身就成为了谢霆锋的妻子 两人要结婚的时候 向太再次反对 希望张博之好好考虑 说谢霆锋不适合结婚 看看他老爸就知道了 可张博之却偏偏就是看上了谢霆锋 不惜再次欺骗了陈兰 和谢霆锋曝光了结婚的事情 这是张博之第二次欺骗陈兰 让他非常不满 2006年 张博之和谢霆锋结婚之后 一转身就是向中国心提出解约 还要求对方赔偿欠款 1580万港币 恰恰这是他的一波操作 向太成来有些恼火 但是至此为止 两人还没有真正的翻脸 奔着好和好散的道理 解约之后 两家依然合作 关心还说得过去 后来夜门照爆发 张博之和谢霆锋压力巨大 向太依然是出面力保了张博之 希望大家看在孩子面子上放过他 不知道是张博之和向太的思想不在一个频道上 还是两人之间确实有着其他矛盾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两人的关系逐渐开始恶化 多年过去了 时时飞飞 很多早已埋没在世界当中 真相永远只有当事人知道 咱们也就吃吃瓜就得了